牛奶里面没有牛 对吧 兄弟们 今天南京33度啊 一夜入夏 别把我热死 本来这期准备给大家溜肥肠 啊不是 反正就是临时决定给大家测一测那些 极其低价又好喝的夏日速冲饮品 也没有很临时吧 快点等了两周呢 好吧也是 浅分为咖啡 奶茶 果茶三个系列 外溪牛奶雪顶咖啡 泰式焦糖拿铁 南洋抹茶拿铁 南洋提拉米苏拿铁 泰板泰式奶茶 小巷牛奶速冲饮 混合水果味速溶全天水 韩板雀巢柠檬蜂蜜汽水 夏日清淋全天水 海盐荔枝饮品 哎呀初摊初摊 想喝什么应有尽有 先从果茶开始吧 夏天肯定得整点清爽的 就从这个混合水果味的全天水开始 4块5一小袋 我看介绍说这个可以冲一大桶 正好给刘姐 刘姐强迫自己每天喝两升水 快把你的杯子拿来 哇我们浅冲一下 先拿热水给它冲开 没想到一点颜色都没有 无色无味 杀人鱼无影不动 这个味道非常熟悉 和像小朋友喝的清热解毒颗粒 我再去接一点凉水 还加了一些些小冰块 出乎意料的不是很淡 这么一小包 我这基本也冲一升了 甜味适中 冰冰凉凉的很清爽 虽然这包装上写只能冲500毫升 但是 每一个不爱喝纯白水的人都给我去买它 偏向略微带点甜味的苏打水 但是没有苏打的怪味 那我来试试 蛮好喝呗 我就是每天早上喝完水之后 这是可以说的吗 3.2吧 毕竟才第一个 咱们起点不能太高 来 下一个 那也测这个泉泉水吧 清凝味的 这个我就按照包装写的冲500毫升试试 哎呦 这个味道好像洗洁精 卫生间香氛味 我一下 我一下 那个酸 香氛衣我一下 我觉得很浓郁 加冰块之后 居然还挺好喝的 清凝的味道很新鲜 冲开没有了香精味 酸酸甜甜的 回味略微色嘴 像是加酸加农的血王 我觉得这也可以达到3.2分 这两种全甜水可以买它 那我肯定买清凝的了 赔五毛钱的 嘿嘿嘿 哎 忘了一件事 全程无管 放心实用 浅尝一下吧 对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真的不错诶 多加一点水可能会更好 这也是今天我们最贵价的两位了 评价版来了 海盐荔枝冲泡饮 两块六一枚 哇 这个荔枝味贼贼贼香 非常的清爽 入口并没有香精味 酸甜适中略微带一点酸的后气 像是那种荔枝果肉 靠近糊的酸 绿瓶尖叫都喝过吗 就是它 额外添加了一些荔枝的香气 这味道有些惊艳 早上一杯 顺利展开今天工作 3.5分 我很喜欢 多加一点水也可以喝一整天 果汁系列最后一味 只要两块钱 韩版确巢柠檬蜂蜜汽水 汽水 真的吗 我不信 我也不信 嗯 你们用过春雨蜂蜜面膜吗 没有 是那个味道吗 嗯 你还有面膜呀 你好精致啊 讨厌 这个颜色有些令人不适啊 饱和度是不是有些许太高了 别说什么一个词 主要是柠檬红茶的味道 蜂蜜味还是蛮厚厚的 可以多加一些水 有些甜了 不过和汽水可以说是屁关系没有哈 这也可以的 喝完感觉自己很通畅 蜂蜜水爱好者买它 小小一袋通畅一天 我瞎说的 打个3.5分吧 不错不错 好了 接下来就是早吧和社畜最爱的咖啡环节 按照从低到高的价格 第一个 麦芯牛奶雪顶咖啡 奶粉比重还挺大的 嗯 绝顶啊 好吧 不重要 闻着就是很重的拿铁味 味道有些淡 跟雀巢那个瓶装拿铁味道差不多 很普通 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这才1.8 那当然是还不错咯 算上性价比3.3分 就是 见着两块钱的 泰式焦糖拿铁 这个很浓 并不是素充咖啡的那种寡淡的味道 咖啡味和焦糖味都比较醇厚 口感很顺滑 我愿意给它3.55的高分 这么说吧 它的浓郁程度 我觉得可以用来泡麦片 这样不好喝吗 那你来尝尝 点尝一下 气管也太大了吧 这个还蛮好喝的 酸味道很浓 这个抹茶拿铁和提拉米苏 是同品牌的 两块五和两块七 来看看这两毛钱贵在哪里 不得不说 这两个从颜色上面就赢了 奶绿和奶咖 不喝都觉得它香浓啊 闻着也是非常香啊 我立刻尝一口 抹茶拿铁的咖啡味不是很重 更像是抹茶奶绿 其中的抹茶很温和 但不失存在的 醇厚中带着清新 很适合做冰饮 但是提拉米苏不能放太多水 冰块加多了有点蛋 更适合做热饮 这牌子不错啊 我更偏爱提拉米苏 3.5分 抹茶拿铁打个3.4分吧 我尝一下 我这抹茶的好好 这个会更好喝吗 真不擦呀 我觉得抹茶的更好喝 怎么抹茶就3.4分呢 你觉得两个更好喝吗 这两个都很好 可能更喜欢这个 看吧看吧看吧 算了 好 最后两个奶茶了 两块六的泰式奶茶 两块八的小巷牛奶 别浅尝了 我狠狠尝一下 牛奶里面 对吧 这颜色真的很泰式 有点泛红 泰式奶茶的特点 是不是都很丝滑 入口非常的丝滑 但是它太太甜了 有一股焦糖的味道 so sweet 但是水多了 奶味就不是很明显了 能喝出来是红茶的基底 回味略微有点点色嘴 我觉得还是蛮清香的 四季奶红 就是那么个意思吧 一点点平地 三点四分可以有的 哎 两块六的一点点 谁不喜欢 我喜欢 那你就全部喝掉吧 我还怕这个东西 好 胃口 哇哦 这个牛奶的味道 就非常浓郁了 闻着很香甜 并不腥 偏向我们小时候 喝的那种 雀巢高钙奶粉 甚至可以说是 经典复刻的味道 它不是厚甜的那种口感 还略微带点咸味 这不算是牛奶 更像是牛奶味饮品 还有一股奶糖的味道 这还是不错的 味道上可以打个三点二分 这期还是可以的嘛 都没有低于三分的 肥胖量 把你做到这种地步 还有人家怎样了 这个人真的很鸡车 讨厌呗你们 什么玩意儿 幸福开发 全网最下方的 美食测评网络